第二個我們也是分子運動 那這裡我們要跟大家介紹是另外一個軟體 事實上這個軟體比 AE 內建的還好用很多 而且這一家公司 我們現在介紹叫 Particle Illusion 它本身有像這個叫 Standalone 就是單機版的 也有是屬於 AE 濾鏡的版本 老實講如果用濾鏡的話是更方便 但是因為那一塊是屬於付費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那個 我們就用它的單機版來做 因為它單機版目前已經是典配的 那麼剛剛有請大家下載的這個軟體 你也可以去它官方網站 你可以看到其實在它上面 這些有沒有感覺這裡比我們當那個更低的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在很多的這些電視電影甚至廣告裡面 所做的這種煙火 漁物爆炸 老實說那個原本都是屬於3D的範圍 但是它現在用2D的方式幫你做好了 而且這個叫做罐頭特效 要戴嗎 罐頭特效就像一台罐一樣打開就有了 所以使用難度不高 但是效果卻很好 所以這個部分麻煩各位 你剛剛從老實這邊下載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 你就把它點兩下 把它安裝起來 這短題的缺點當然都是英文 同意一下 下一步 那這裡有一些基本質量你要選 隨便你啦 看你要怎麼點沒關係 好嗎 有信號的部分就是一定要點的 至於你要不要接收它的最新消息 隨便 好 下一步 這樣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那麼它安裝完成之後 它的過程大概長相這樣子 它有 這邊我也列一下就是 所謂的單機板 免費的版本 跟它的這個 就是濾鏡的版本 它有什麼功能的差異 原則上其實 單機板已經有 差不多滿完整的功能 所以其實還好 對各位來講 其實還滿方便的 你看這樣把它 從官方網站裡面 可以這樣下載 待會呢 安裝完成之後 它不會在桌面展現圖式 所以你要去哪裡 要去你的這個 功能表那邊 去找到它 來你看我這邊 快完成了 好 完成 你看我來找這裡 從這邊 B開頭的 B開頭的 AB的B 好 在這裡 有沒有就看到它了 點開 你就會看到 這樣的畫面 但是呢 它預設的話呢 它的分子數比較少 好 就是它的發射器 你看 在這邊有沒有 這樣很逼真吧 對不對 所以你要放煙火 自己放 好 但是呢 它裡面呢 還有超過2500種的 等你下載 就在這裡 在這邊 如果呢 你有註冊的 你可以從這邊下載 那因為我剛好 平常各位下載的 所以 麻煩各位 這裡可以關掉 軟體也可以先關掉 把另外一個把它安裝起來 剛剛給各位的 還有另外一個 150幾Mb的 那個就是 2500個以上的發射器 一樣的你就 按照下一步 下一步 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那這個部分呢 你記得要先把你的程式關掉 先把你的程式關掉 等一下 安裝網再打開 OK 我這邊已經安裝完成 我再重新把這個程式打開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欸 這個時候呢 在這邊 會多了 很多 會多很多 我們看一下 這裡 這裡也可以關掉 如果你以後不需要看到這個 你可以告訴他 不要再說 這裡勾起來 OK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多很多 這邊就會多很多 這裡呢 有很多的類別 哇 每一個點下去都不得了 你要做這些 以往 要做是非常的困難 OK 有沒有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再看這個環境要怎麼設定 先等大家一下 那麼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多的分子發射器把它裝起來了 那進來第一件事情你可以來怎麼樣 調整一下那個環境 因為它預設環境不見得適合你就是比較視覺化的工作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發射器的檢視方式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發射器我們如果用這樣子一個一個打開來看 有沒有覺得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你看它的上方這裡 在上面這邊 有不同的檢視方式 我們現在用的叫TREVIEW 就好像那個檔案總管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換成這個 它就比較清單式的 再加上那個效果的說明 你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懂一點 點下去點下去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可是真的很多 很多 一頭拉圖 實在是 好多好多 所以你要拿這種東西來做什麼 做轉場其實也很好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大的 可以用右邊的這個 右邊的這個 它的縮圖會放得更大 你可以透過這裡去調整它縮圖的大小 有沒有這樣又看得更多 那每一個點下去 你都可以看看它 這個 每一個效果大概長什麼樣子 往下走 這邊 你看 對不對 像這個 你可以點一下 你不是只能在那裡 你可以實際在上面說圖 馬上就看到 哦 原來是這樣子 可以點看看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稍微 參考一下 像這樣 像這個仙女棒一樣 那如果哪一些 這個發射器你特別喜歡 比如說我覺得蠻喜歡這個的 你可以幫它加一個信號 代表那是你的最愛 所以呢 我們再找找看 找找看有沒有什麼 類型的 是你比較喜歡的 這個 點下去 我們再找找 像這些 厭惡的 對不對 點下去 好 等到呢 你找到差不多了 那我怎麼去找到你的最愛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Favorite 你把它點下去 這個時候它就只會把你的最愛秀出來 其他的就不會看到 好這樣以後要找是不是容易多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就是你可以調整的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把你的這個發射器 做一個比較好的管理 因為你以後要靠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這樣有沒有了解 如果你想看看它在影片上面呈現的樣子 你可以來這邊切換一下 它會換成一個配置 這個預設的是一個黑色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黑色的 也是可以 點了 好 選好黑色 確定 喔 沒有 我就在這邊點開 就取消就好了 這樣了解 OK 那第二個 到底你做的這個影片是多大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調整 你往下走 剛剛是調第一個 第二個 信號你也會了 再來 有沒有 有沒有 影片的尺寸啊 到底你的這個 影片的長度是多長 這個你也會調 在view裡面 有一個 perject setting 所以我們找看看 在view viewview 這裡 perject setting 點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 預設就是1920x1080 播放的速度是1秒鐘30個 有沒有 Duration 300 代表什麼 30個1秒 300的話 是10秒鐘 那如果呢 你不需要有這個 你也可以改變一下 我這裡有不同的 比如說你要做25的就是歐規的 然後呢 24的就是電影的 這裡你都可以改 當然前提是你要知道設定 如果你不知道可以用預設的 這個地方呢 他就會抓你所帶的這個地區的 像我們在台灣的話 這樣一抓他就會抓到NTSC的規格 那如果你希望他有一個叫做運動活動員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當這個分子跑得很快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所謂的運動活動的效果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 所以如果你的動畫時間你要變長一點 就來自己調整一下 在這個地方 按下確定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一下你的工作環境 那待會呢 找一個你喜歡的這個分子 我們就來試看看 要怎麼樣去用它 這裡補充一下 如果呢 你這個我最愛看完了 請你再按一下 它就恢復原來的 有沒有 按一下進去 按一下就出來了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就可以找找看有沒有哪一個 其實用清單有個好處是 我們在看的時候 它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 這種發射器比較容易了解 那麼用這個呢 是比較視覺化的 好 但是哪一種好 看你自己 現在我們就正式來玩玩看 雖然這個都只有英文了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它每一個這個分子的發射器 在右手邊這裡都會有一些相關的設定 那每一個的設定都不一樣 可是沒關係 你先看一下 我先在這裡點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欸 分子 發射器就加在這裡 你可以拉動這裡的時間軸 你看一下 或者你要播放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時間軸 有沒有 你可以用點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樣就過來了 那麼如果你希望說 欸 我一開始在這裡 好 你看這裡 有沒有關鍵影格 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做動畫 要不要做動畫 如果你把它設為要做動畫 好 我一開始在這邊 有一個關鍵影格 那我往後退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假設到這邊 我希望它 從這裡 移動一下 等一下 還原一下 這個多的 按右鍵 看一下 如果你有不小心點出多的 你可以 在左手邊這個圖層這裡 把它做一個刪除的動作 Delete 有沒有 發射器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那我在這邊把它移動一下 有沒有看到一個路徑跑出來了 像不像我們在做AE的動畫 一樣 你看 後面還冒煙欸 所以現在 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這邊就有關鍵影格 所以我現在回頭 你的這個就是會動的 這樣了解吧 好 那當然 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有哪些 就看你自己 但是你可以像這樣子 有一條路徑 如果在這裡 還要它移動 那你就來這裡 它就變這樣 所以 它就先從這邊 再跑過來這裡 再來燃燒 這樣對不對 但是因為那個每個參數有很多啦 所以 你如果今天只有這個 也可以 你可以再加其他的 也OK 所以你可以先玩玩看 萬一這個關鍵影格 你不要了 你可以回到這個時間點 回到這個時間點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關鍵影格把它刪除 你可以回到這邊 它上面有寫 你按Ctrl按著 就可以把這個 再點一下這裡 就可以把這個關鍵影格刪掉 所以我Ctrl按著 按一下 有沒有那個關鍵影格就消失了 這樣了解 所以 你可以先玩玩看 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怎麼把它輸出 當然它這個 做好的 有它自己的專案檔 你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我們就從這邊 專案檔儲存起來 下次 你這個專案檔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再重新 再怎麼樣 再打開來 重新做調整 好不好 你先做到這邊 現在我們再來做輸出的動作 那要怎麼輸出 我們看一下 老師的文章裡面有寫到 怎麼輸出 其實它在官方網站上有19個教學影片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這邊看一下 我先給你看一下 它輸出 是從這裡 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叫Render 叫Render 你就可以打開它的輸出面板 那你在看之前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給你看一下 輸出之後的效果 你來看一下 我直接進來這邊 你看我們之前有沒有做過這個 那我現在再把這個做好了 有沒有合進來 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樣星空跟它合在一起 好 那重點是 這個影片 可以是具有R8 channel透明度的 我們上個禮拜不是玩 虛擬攝影棚 玩AE的影片去背嗎 那那種方式當然你要自己做去背 可是其實我們在產這影片的時候 事實上就可以像我們一般圖片一樣 就帶有透明度的 只是一般來講這種素材都比較貴 因為它幫你處理很多障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先找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叫Render 這個地方你把它按下去 就會有一個視窗跑出來 可是我必須講它的字好小 真的很小 那到底要怎麼設定呢 我在這邊有準備這一張 所以我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釘出來 OK 你現在來看這裡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子你做個比對 第一個 你可以選擇 就是你要輸出的範圍 預設是FOR 也就是如果我們剛剛設定 我要輸出的是300格 那這邊就300格 可是呢 如果你的動畫沒有做那麼多 其實不需要輸出那麼長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來看一下 你自己回頭看一下 你剛剛做的這個動畫裡面 比如說我從這邊看了 我大概120格就結束了 或100格 所以我就告訴它 我不是要全部喔 我只要到100格就好了 這樣子 它就只輸出100格的這個影片的內容 第二個是輸出的位置在哪裡 你如果選擇 像我現在輸出到桌面上 你就可以選擇 看你要放哪邊 再來比較重要就是這個 它預設輸出 這裡有一些所謂的預設的設定值 設定值 我們如果說 你希望你輸出的時候是 影片就帶有R8 Channel 我會建議你選擇這一個 就那個444這一個 有沒有 那這裡呢 看一下 有一個Straight Line 就是Preset裡面的4個4 再加Straight Line 這個時候它的影片就會帶有R8 Channel 我們講的透明度 那這種影片呢 在目前這個軟體 它是子之源 就是MOV 子卷MOV 你如果是輸出MPEG-4 那很抱歉 因為MPEG-4本身運轉的方式 就是會前後的影格打在怎麼樣 打亂之後 重新去取得 它可以壓縮比較小的 所以MPEG-4的這種影片 可是是沒有辦法帶透明度的 我們一般來說 主要可以帶透明度的有兩種 一種是AVI 另外一種就是 Quitarm MOV 那因為這個軟體只支援MOV 所以AVI它就沒辦法用 那你看我選擇了 像這一個 沒問題了對不對 你選擇這一個 它下面的設定就進來了 你看 影片的格式有了 再來 有沒有發現 Channel這邊 它就是RGB加上什麼 透明度是不是出來了 你如果是MP4 換一個給你看 按MP4 你會發現 它只能個別輸出 有沒有 就是我可以輸出RGB一個檔案 然後輸出Alpha 有Alpha的黑白的這個灰階一個檔案 那你要自己再去AE裡面 再去做遮罩 這樣也可以 那你說我直接輸出 Quitarm MOV 雖然這麼好用 可是它沒有缺點 有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檔案會特別大 我們等一下跟各位比較一下 你看 這樣子對不對 我先輸出 比較完整的 那怎麼輸出 按右下角這裡 有一個STAR REND 這時候它就開始到你的設定值 有沒有開始幫我們輸出了 影片就做好了 做好了 好 那我現在呢 輸出另外一個 我就不要用有Alpha的 我告訴它只輸出RGB 一樣 開始輸出 等一下 檔名我換一下 不然這樣會覆蓋掉 這裡我關掉 檔名我把它變02好了 好 這個是只有輸出 一般的影片沒有區別的 OK 再來我再輸出一個 只有Alpha的 也就是只有黑白的 開始輸出 你會發現有沒有只證黑白的 那我們這樣的東西 其實也可以拿到哪裡 拿到A使用嘛 對不對 只是說你要自己在手動做一次 那個合成 那重點是 我們要來看看到底這個檔案大小差多少 來你看 這裡有三個 對不對 我們先看第一個滑過去 剛剛做這樣100格 就要51.7Mb 我們看看下面的02的 有沒有只有6.43 下面這個有沒有6.6 兩個加起來都沒有它的大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了吧 所以如果你的影格數越長 尺寸越大 你用的有帶Alpha Channel的 因為它必須是不壓縮的 所以說它的檔案就會大很多 好處是直接就用了 不用做任何處理 如果你是用這兩種的 我們就必須在A裡面再次設定遮罩這樣子 那我先用第一種方法 我把它叫到A裡面來 好吧 我們請聖誕老公公 先站在這邊 我們把剛剛那個 先把第一個拿進來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直接就去背了 好進來了 現在呢 我們拉動一下時間軸 有沒有看到聖誕老公被打爆了 有沒有去背 這樣是不是有去背 對不對 這樣子好危險喔 OK 再來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今天 我不要這麼大的檔案 我手動來做合成 可不可以 可以 你來看一下 這時候我就需要這兩個一起進來喔 就是 彩色的跟黑白的一起進到我們裡面這裡來 好放進來 好你很明顯看到它已經被擋住了有沒有 你看這裡 下面是白的 那各位記不記得我們以前用過 遮瑟片 有齁 所以在哪裡 這裡沒有看到就要找哪裡 是不是從下面要做一個切換 按下去 後面這個是不是當遮罩 以前我們剛開始學AE的時候 不是有做過國家地理頻道嗎 欸 我現在告訴他 這個 要遮住人家的 用放在上面 也就是我想要用什麼 用白色的 來遮住誰 下面這個 所以呢 我必須要把白色的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那我現在呢 要被遮住的是02 我就告訴他 我的遮罩 就是上面那個03 但是 我現在 不是用R法 因為這個影片 沒有透明度 它必須要用明亮度 來當作我們的遮罩 也就是白色會變不透明 黑色會變透明 灰色會變半透明 這樣了解 所以我按下去囉 請問有沒有達到一樣的效果 有沒有 就是說如果呢 你覺得檔案太大 你不能夠接受 沒關係 你用我們交付的方法 一樣可以做到 是不是這樣就OK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 我們用一個 很方便的 這種所謂的罐頭特效的軟體 它又是免費的 那你就可以整合到這裡面 跟AE的其他的這些內容 做結合 OK